那因为我这样的个性 所以我就比较少说话 那也同时间我也比较不喜欢那种 就是很爱在设许媒体上面 一直不断炫耀自己有多有钱的人 你们身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朋友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放闪 然后他永远就是要分享他 今天日子过得多好 他今天买了什么表 还有什么跑车 然后我过很久一阵子以后 才听到朋友他们讲说 其实他全部都是靠他爸爸 都是用他爸爸 借他爸爸来拍照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人真的 过度刷存在感的时候 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不太舒服 因为太过隐形的人 隐形人的体质好像也 没有比较开心 对 所以这种过于不及这种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太好 对 但是生活中还有哪一些那种 狂刷存在感的行为 会让人家受不了 我们来问一下又人好不好 而今天将由特派员又云 为网友们说出心底话 好 那其实存在感在某些地方来说 它其实是必要的 尤其是在职场上面 如果你就是把事情做好做满 但怀抱着就是那种 我做这样就好 老板自然会发现我的 这个专家也说 很不通的 因为你在职场上 如果没有在适时的时候 刷一些存在感的时候 确实是很难在同事群中 脱颖而出的 生活中到底有哪一些存在行为 会让人家受不了 我们就根据今晚开发 观众粉丝团 还有网络社团抱怨职场大小事 生活周遭尽量吧 合作民调调查结果呢 我们就来提到呢 第二名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在社群媒体上 po各种吸睛的生活情境 这在25.5% 还有网友就分享说 自己的同学呢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po 而且呢 任何小事 他去吃什么玩什么用什么 全部都发现实动态 这就算了 他还会发那种 现实动态的问答 然后呢 在那边回答那些问题 让一些朋友都觉得说 他是不是干脆 是自己回答问题 然后自己再把它转发这样 那另外呢 还有第五名 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呢 频频的让 频频提起 他想让别人知道的近况 譬如说呢 买新车 交男朋友等等 那这个呢 就占百分之十点八 那第一名就是 随时都要插话 就算接不上 都要应接 这在百分之二十八点四 有网友就分享都说呢 每一次聚会 都要去听朋友 抱怨他的一些 各种近况小事 光他自己一个人 就仿佛在演讲一样 可以讲一个小时 别人想插话都不行 想换话题 他也不让 真的很困扰耶 还有呢 朋友就说 明明就是我们在聊天 还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 硬要加入话题 明明就也不在话题上 我不能好好自己聊自己的吗 好 如果只要有这种 聚光灯体质在场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 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呢 其实讲真的 有些这个聚光灯体质 也是蛮辛勿 因为他在聚会里面 可能就是要负责炒热气氛 对 然后开一些好玩的话题 这种人很受欢迎 可是有时候 如果你开错话题的话 就会像李威峰这样 今天有 今天CUE都是用这个方式 对 OK 好 我发生过一个比较 我个人觉得是热心 真的是热心 然后是好心 想要大家一起 但是造成女生 有点尴尬的局面 就是我们在一群朋友 要聚会的时候 然后他第一次 带他的男朋友来 那个男生我不认识 比如说小燕姐的时候 他说这是大牛哥 他就说 他是我男朋友这样子 我说你带男朋友来很好 然后就寒暄一下什么 然后几岁什么 然后他是小小声跟我说 但他没有特别跟我交代 什么事情 对 他只说这是我男朋友 所以当我们入座以后 我就会 我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谁 这是谁 然后这是小燕姐 这个是大牛哥 是他男朋友 然后这个是强强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就说 对 那是我男朋友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表情 然后后来等聚会结束 他就把我拉到旁边 他说 其实他现在这个男生 是刚交而已 就是刚刚交往 对 刚刚交往而已 所以其实他并没有想让大家 知道那是他们的朋友 他并没有想让所有人知道 他现在的感情的状况 可是我这么一讲 他就好像变成他要去公开 这件事情 大嘴耶你 就是 就是可是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可能 当下没有意会到 他跟我讲这件事情 可是他并没有特地交代 所以我就不小心把这件事情 公布出来 你不能讲 搞不好那现场中 还有那女生想要其他的对象 你说这样子就搞破人家的行情 对啊 你讲啊 所以说人家搞有暧昧就要在那边 故意来带一个来 来崑高自己的这个行情的 你故意给他感情男朋友 你说这一切都是套路 我不想把他出负 有时候带好几个男生出来 就刚好有个人的喜欢 给他看一下我旁边有多少人 你讲的男朋友 他说我认定这个就是我的谁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就垃圾了 对不起 我道歉啊 对不起 我们绝对把你找到 所有其他男人 这怎么会有这么深沉的心思 我们就是介绍而已 就介绍 就是这个是朋友 我就比较少说 会主动去讲到这个人的身份 我也有遇过像李维峰这样 哪壶不开提哪壶 对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迷信 然后他那时候在国外 他有开一间凤梨书店 但那时候他的生意 一直状况没有很好 国外啊 对 就是香港那边 他就在那边开 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师傅 然后师傅就跟他讲说 你就是要折那个什么金元宝 补那个财库 然后就是要每天折 折很久 每天要折八小时 然后要折五年这样 因为我朋友就因为第一次创业 在国外 他就在那个香港 他就很迷信 就想好 那我就折 折 折 他每天上班都在折 折 折 然后就这样整整折 八个小时 然后也不能周休二日 就每天都要折 那他这样时间都花在折元宝 没有人去招顾生意 就不用顾了 他要去想办法招客人进来 所以他那时候这状况就很差 他就只好信了 因为他很迷信 后来真的 废话时间都浪费了 对啊 时间在折元宝 不顾生意 不去想改善自己的产品 他就迷信 我们也跟他讲 然后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很care这件事情 就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这样 后来他回到台湾 然后我们就一群朋友 就很久不见就吃饭 然后大家就吃一吃吃一吃 就是大家突然 开始划起手机来 然后就有那种 特别爱炒热气氛 很爱讲话的那种人 不是我 不是我 你朋友不是 类似你这种人 OK OK 他就突然就这样 想到说 对耶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朋友 折那个金元宝吗 不是想要那个兄弟 来帮他干嘛干嘛的 这会在店怎么样 就一样很老套的 那个朋友就坐在他旁边 然后我们就一个人 这样尴尬就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朋友 天啊 对了对了 然后我们开始就开始 就说我们来干嘛干嘛 就是来喝酒喝酒 就是这类的 然后就瞬间的先 想要把它淡化掉 对 淡化掉 然后把它吃吃看 然后我那个朋友脸超臭 因为他就非常care这件事情 对啊 伤口上撒烟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人 真的是北半 我以前其实也是这样的人 你以前是这种趋光灯体制 我以前是对 我以前是比较是出去 就是很爱说话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就慢慢学会 我很容易说错话 所以我就等于 就选择说都不讲话就好 我有一次非常的尴尬 超尴尬 就是我们 我有一对亲女朋友 他们在住国外住了好几年 就我常常现在只能看 Facebook IG 去看他们最近过得如何 然后看到他们好像就生小孩了 然后每天就是好像那样 常常出去等等 我想说 他们可能结婚生小孩了 我想说恭喜他们 然后他们有一天 就是飞来台玩玩 然后我们就出去玩见面 然后看到他 我看到女生第一面 女生第一面 我想说生小孩 我就没有想到说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没有结婚 而有小孩 那我就很傻地就走过去 我说嘿 哈喽 好久不见 我说最近这种结婚的生活 还习惯吗 如何 然后女人看到我整个傻眼 说买婚了 没有结婚 然后她说 Oh shit 我整个当然就是 Oh my God 我还在讲这话 然后现场每个人超尴尬 可是这个很正常啊 可是我问了这个问题 让他们 就让他很尴尬 这谁会知道 就把他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谁会知道 他带了一个男朋友来 原来他是要刺激他喜欢的男生 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事情 对不对 这就谁知道 对不对 大家不会知道啊 那我纯粹只是一个关心问题而已 就没想到就是可能 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还有一种 刚才也讲了 朋友讲什么都可以插嘴 不懂装懂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什么都要装懂 什么都要插一句话 你讲到车子 他可以啪啪讲说 什么什么车子 保时捷 什么什么 什么多少 horsepower啊等等的 什么什么 钢圈 什么轮胎等等的 他就可以讲 好像他很懂 好烦哦 讲到表他也想插话 就是一定要插话 那跟他出去就是 很累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一直会不断地 一直在讲话 然后就会你想说 可不可以安静 那他应该去找一个画家 他就一直可以讲 我就觉得他很适合去上 他很适合去上那种 卖那个购物台 我觉得他可以一直 讲超多的 但是我不是这种人 我是一直以来很想隐身的 我是这样 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 基本上我有时候真的是 我没有想到他注意我 但是呢 有的时候他们讲的那个话题 就好死不死 因为每次都是我的经历 比他们还要厉害 例如说我去一个聚会 那有人就说 女生就会说 我不认识女生是谁啊 他说我跟你说 我跟那个什么什么DJ 那个把他去拍到照片 你们看 我怎么谈到拍照 我在面面 这女生真的有这么讨人厌吗 对啊 就是这样啊 OK OK 然后呢 那我当然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懒得跟他 懒得讲什么 我就去划我手机 然后结果自然就会有男生 会跳出来说 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啊 你那个DJ 常常他有他电话 他追到好几年了 我根本从来没有讲 那很多DJ追我好多 很多 都是整个台湾的业 现在还有这么多 帮你聊天的打手 真的 不是打手 是事实喔 是事实 我跟你说 我真的常常有DJ到台湾来 然后他们就真的很喜欢我 有一个真的是百大 百大潜艺 一二名的 就是很有名 我脚趟就会吓死的那一种 你知道吗 他为台湾来 是为我开After Party 在我想要的夜店里面 然后他一直叫我去 叫我去 那时候我都死不去了 我跟你讲 你不能说哦 你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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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然后呢 那时候啊 他那时候我拍了 After Party在夜店里面 然后我67的时候 我男朋友 我也不想去 我想说那 可是他一直叫我去 赶快赶快去啦 叫做他 他会等到我来为止 我就在最后呢 夜店的最后那种 两三点的时候 我去 就还是聚满很多人哦 而且有时候我穿得超樸素的 我想我根本没有想来 穿得很樸素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个地址打跌打一打 结果回头看到我 你知道吗 把所有人的女生都拨开来 然后拿一瓶香槟到我面前 他说 所以这个东西是 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东西 还有包括我去韩国 或其他的国家 等你等很久 真的 我是说真的 还有在别的国家 他怎么样 就是在很多人 中目回回之下 来我的包厢找我 甚至去 他想要 想要我搭他的车 跟他去其他地方 可是我每次都拒绝他 所以很多人在旁边 都是目瞪口 他还这样 超多 超多这种经验的 所以你们跟我讲什么明星啊 什么百大DJ啊 拜托 我的经验 肯定更丰富 所以大家都会帮我回答好不好 更不需要自己回答 那我才叫女生 就是目瞪口 大家还干什么讲下去 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然 那个光又聚在我身上来 我也不是我想要的 好委屈哦 辛苦了啊 我跟你们讲 还有更委屈的事情 我跟你講 我以前交一些女生朋友 那我自己来 我自己知道 我有的优势是什么 我很会善用优势 当时我去夜店啊 我年轻啊 更没钱嘛 去夜店就不用钱 然后男生就会给了我 看我漂亮 就想跟我玩 就给我很多票 然后给我很多好处啊 或是我吃饭 我是吃不用钱的 然后结果呢 我旁边的那个女生 他就是丑丑的啦 就是我的同学 然后呢 丑丑 而且后面来说 就是我同学 他真的是丑丑 就是你跟我出去的话 然后哪次男生都跟我说 都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带一些 就跟你一样的女生来 然后每次都带那个来 那男生就看到他都这样 拜托一下 他都会这样子 或者说不行 这个是我同学 然后我都会 想让他享有我的好处 例如夜店的话 跟我进去 然后男生的包厢 我就说他要跟我起来 就坐着 然后我们要 怎么都要吃到喝 我都会分享给他 所有的东西 包括什么大派对的票 我会没钱买 一张票两三千 谁要帮忙买 那男生都带着我进去 还包括他一张票 你知道吗 这女生到最后 怎么跟我讲 他自己有那个心里面的 这个自卑心作祟 他要求我 我拥有的 他没有的话我也不能有 他开始跟我说 教训我 所以我跟你说 林佳玲 你这样天早拿男生的东西 你这样的女人很糟糕 男生看不起你 然后还拿着我跟 我刚刚给他免费的票 一起进来 跟我说 你不能拿男生的票进来 你要学会自己买票 然后结果那个 他说他自己没办法吃好吃的 跟我說 我跟你说 开始学会自己付钱 什么 什么东西 你自己没有男人付钱 干嘛叫我跟你一起 自己付 我说我平常已经对你很好了 为什么要逼我要跟你一样的待遇 男生只要服务 我是他们自己自愿的 又不是我愿意的 然后上次男生 我到每个派对男生 我说我口渴啦 男生自然会送咳了啦 他自己口渴叫了半天 没有理他 那为什么我口渴的男生送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林佳玲学会事情都自己做 我说奇怪耶 我已经让你有这个待遇了 你还叫我自己做事情 我真的把 我想到现在 我都没办法理解 他那个脑袋是什么问题 我到现在 我这个是借力实力 我如果说我到那边 有很多帮我服务 所以可以更快速达到个目标 更快速达到 不用大家排队排那么久 他自己没有办法有这个光芒 自己去之后去整形整的乱七八糟 他也把孩子一样 没有人理他 那个你一定要把东西 灌在这好身上 所以我漂亮 所以我不理他 好 林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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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们就知道 我这个不能接受 每次我一定我漂亮 所以我待遇就这样 你知道吗 我就真心对别人付出 真心给朋友 男人口东西 我真心付出给他 就是之后这样骂我 好 你不要再骂他了 快元宵了 反正他已经长得很丑了 我特张比他啊 他做什么装逼他的事啊 他就学插花 觉得他这样 会有更多男人爱他 只要看插花 他还教育学去学插花耶 神经病 我插个蟑螂龜花 去插香而已 这样 对啊 我都不要了 真的 去光山底池 真的不是我爱 就在一起住我了 不要生气 生气就会 會... 我等一下就还是漂亮的啊 就是这样子 下次还会看到我 我想看到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一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个难搞的废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现在 波波 就站在这里 你不够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吗 假设我有媳妇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24小时不断线 抢挡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 东森娱乐台